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都有几个很简单的基本要求 第一个 你就是每一个坐标当中要互相垂直 OK 我们称之为正交 假设不互相垂直 那就很麻烦了 比如说我的投影 投影在你身上却有一定的长度 那这个时候我如何将因素分开来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不管是必识定理 还是向量的分量 你都可以把它写成三个不同坐标系统 OK 三个不同的坐标种 所以它正交是很重要的 但是正交也并不是只有直角坐标系统一个 它能够正交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熟知的像球坐标 駐坐标 都是正交的系统 那事实上还有很多种坐标 OK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先假想我们呢 有一个坐标系统是这个样子 有一点就好了 OK 我们有三个坐标系统 它们互相垂直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基本上这边的这个向量呢 它随着这坐标的地方都不一样 它的方向随时都要改变 那事实上呢 以其他的坐标系统来看 非常容易理解啊 你随便拿个駐坐标 駐坐标不是很简单的 就是说 你要是有一个 这个是R 这个是它的R的方向 但你发觉这个方向 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它跟直角坐标系统不太一样 直角坐标系统的X 永远都在X上面 但是它随时都在改变 那假设我说个Phi呢 这个Phi每个地方Phi也都不一样啊 只有Z一个呢 它永远都一样 都是朝上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比较一般的呢 我们就用三条曲线来表示它 只是我们有个印象 我们有个感觉 有个重要的提示 我们就是这三个呢 随时都是正交 OK OK